各位可以参考 刚刚的这个地方 可以参考 反正一串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公式 我是先做出一个 然后最后这个地方把它再贴贴贴贴贴 看有几个逻辑判断就贴几次 那再来就是我们完成这个表单的部分 那表单里面的话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就确定清楚新增跟全部贿赂 那首先的话呢 我要先在表单启动的时候 新增 因为我有两个下拉选单 所以下拉选单 特别注意就是 这边品名的部分要加进去 总共五个项目 那地区也五个 所以呢 当我表单的地方 这边最后在表单上点两下 把这个事件改成什么呢 在表单上点两下 表单上点两下 然后呢 它预设会跳出是 应该是Change的样子 就事件部分 本来应该是跳到什么呢 或者Click 就是那个事件名称 你必须要自己去更改 把它改成那个Active 或者是其实 Initialize好像也 这两个好像都可以 它会先Initialize 在这个Active 就表单 它会先初始化 这个叫初始化 然后呢 再活动 那在活动这个事件的时候呢 分别加上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品名 所以会有五个嘛 用Add Item 五个 然后呢 在这区域的部分 就也是五个 所以加进来之后 在我们清单里面才会有资料 这第一个步骤 就是事件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来做那个 这个事件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说 我要能够按下这个 下拉选单的时候 然后呢 可以自动产生什么 单价 这个效果有点 类似像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启动之后 当我选了茶叶的话 自动跳出499 当我选了玩具的话 就399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会牵涉到一个所谓的事件驱动 事件就是当什么事件呢 就是当 这个下拉选单怎么样 里面资料改变的时候 Change 那就要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输出资料到这里 所以 而且呢 改变的时候 会传回上面的值 这个值 我要判断说 到底是什么呢 是玩具呢 还是茶 CD等等的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第一个 我们直接就是在这个 上方点两下 直接在 这个表单上面的 这个地方点两下 那你先看一下 它预设可能是click事件 你这个click事件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Change 当它怎么了 改变的时候 那改变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事情 要做多重判断 那 特别注意 这边又是一个多重判断的范例 如果你要做多重判断 在VBA里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 蛮常用的 像因为一般的书籍里面都会用 那个select case